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2018年12月17日 汉天卫视晚间新闻 我是刘畅 首先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经过两周的紧张谈判 世界将近200个国家的领导人 最终达成共识 通过巴黎气候协定框架纲要 这一刻对于全球气候问题的解决来说 是里程碑式的一刻 经过两个星期的紧张谈判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24次缔约国会议 在波兰卡托维茨终于落下帷幕 最终全球190个国家的领导人 就一系列巴黎气候协定的实施细则达成共识 将共同应对温室气体排放 和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 这次通过的巴黎气候协定框架纲要 为未来全球各国为减低排放 减缓全球变暖进行了规定 使世界各国能够为遵循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定的原则 采取具体行动 而这一协定已经被美国的川普政府遗弃 在为期两周的会议中 相关专家针对目前世界面对的环境问题 进行了展示与分析 专家表示 我们目前面临的是一个人为的全球灾难 是我们千万年来面临的最大的威胁 根据新的细则 巴黎协定将于2020年生效没有截止日期 允许各国设定自己的排放目标 各国于周末同意了这些规则 为每个国家建立了一个制度 以便其报告排放情况和气候目标 并测量世界在实现将温度控制在 两摄氏度之内的目标方面取得进展 仍然有一些社会活动家和科学家 对本次会议最终达成的结果不满 他们认为最终的细则 没能更有成效地要求国家政府更大力度地 控制环境问题的恶化 今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 再次创下了历史最高水平 排放增长速度也是7年来最快 各个地区灾难频发 例如美国加州频繁发生的野火 和东南部极具破坏力的飓风 都与全球变暖有关 加上世界顶级科学家发出的严重警告 他们认为会议本该促成更多的行动 本次会议原定前一天结束 但因意见分歧而产生拖延 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分歧就是 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认为这是他们的生存问题 所以各方应该把升温 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 但还有更多的国家提出 如果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 他们就没有发展空间了 一些环保组织认为 这次达成的指导纲要 虽然强而有力 但他们依然担心一些国家的政府 在预防全球暖化方面缺乏动力 Honey Weiss告您编译报道 再来看美国国内消息 美国媒体近日报道 一名7岁移民小女孩 在美国边境执法人员 拘押8小时后死去 国会议员与媒体质疑 执法人员处置失当 国土安全部监察机构已展开调查 不过有关部门坚决否认存在任何失职 国安部部长尼尔森不忘提醒移民 非法入境极其危险 前犹他州共和党议员 查菲茨更是公开表示 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 14日在公告中确认 死者为来自威蒂玛拉的7岁小女孩 杰奎林卡奥 上周四晚9点15分 美国边境执法人员 在距离安地洛普威尔斯边境站 西边0.8公里的地方 逮捕了163名来自中美洲的移民 其中50名是吴大人陪同的未成年人 杰奎林和父亲内利吉尔伯特也在其中 他们12月1日从威蒂玛拉出发 一路走了3200公里 希望申请庇护 据悉当地执法人员的边境站 只有一辆大巴 而最近的安置移民庇护所 位于100公里以外的洛兹堡 这批移民当晚被执法人员 拘押在边境站 经过8小时彻夜等待后 杰奎林妇女于早上5点登上巴士 内利发现女孩身体出现不适 开始呕吐 6点多抵达洛兹堡之后 内利表示她没有呼吸了 急救人员检查后发现 杰奎林高烧40度 且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与喝过水 一架直升机紧急将她送到 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的医院 等到医生开始抢救时 已经出现辛勃停止与脑水肿的症状 经过两天救治 杰奎林最终于12月8日周六不幸去世 华盛顿邮报援引医院初步报道称 死因是脱水高烧与败血性休克 此事在国会引发轩然大波 多名民主党议员呼吁展开调查 参议员戴安娜·范斯坦发表声明 拒绝为一位被拘押中的小女孩提供饮水 不但违法简直毫无人性 德克萨斯州议员、众院外交与情报委员会成员 卡斯特罗表示 为此事深感痛心 要求监察长与国会全面调查 女孩死亡的前因后果 众议员欧洛克也在推特上说 必须向国会与公众提交完整调查结果 目前的主要争议在于 执法人员是何时得知 杰奎林真实的身体状况 一边检察局官员表示 没有证据证明去世是由失职造成 我们问了问题 也观察了状况 他没有展现出任何不适 该官员称 一位执法人员曾对所有人进行甄别 观察并质询是否需要医疗救助 在要求填写的相关表格中 内利为女儿填的是健康 不过CNN在报道中透露 内利只会说威地马拉语 西班牙语是第二语言 而表格则是英文 该官员还坚持 杰奎林当晚所处的 安蒂洛普威尔斯入境处 有提供食物水和洗手间 但他承认因资源有限 巴士当晚凌晨12点 优先送走无人陪同的未成年人 据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数据统计 执法人员11月 共逮捕了25000余民 且家属入境的移民 为历史最高数字 然而悲剧发生后 美国相关政府部门的表态 却出其一致 除了表示遗憾澄清责任外 还不忘暗示移民非法入境 需自己承担危险 白宫发言人吉德利先是形容 杰奎林的去世可怕悲剧 然后又呼吁人们运用常识 不鼓励大家非法入境 海关及边境保护局局长 麦卡南称对杰奎林的去世 深表不幸 已经尽全力提供治疗 但他话风一转 强调在缺少食物和水等 补给的条件下 到偏远的沙漠地带长途跋涉 非常危险 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 本周五在福克斯新闻网表示 边检局执法人员是依法逮捕 并强调这些人是非法移民 这仅是另一个关于越境进入美国 有多危险的例子 国土安全部代理监察长约翰凯利 周五表示 正在调查杰奎林去世的有关情况 同时也在为审查为何有关部门 拖了一周才公开消息 现在距离圣诞节只有一周的时间 相关方面的专家提醒民众 就目前商家和快递业的状况来看 现在已经是邮寄圣诞节礼品的最后时机了 现在距离圣诞节只有一周的时间 本周被认为是美国一年中 快递业最为忙碌的时候 美国邮政系统的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在本周之内可能需要邮寄的包裹 和一级信件将达到30亿份之多 如此大量的工作势必将影响快递到货的速度 邮政方面的专家表示 如果你希望寄出的礼品在圣诞节之前到达 那么本周四将是你最后的机会 另外其他几家快递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接受了采访 但他们表示他们的工作甚至更为忙碌 FedEx公司称 需要在圣诞节前到达的包裹必须在今天之内寄出 UPS则说周二是他们最后的截止日期 并且必须选择三日内送达这一档的快递 这是他们目前效率和性价比最高的一种游击方式 汉天卫士高宁编译报道 美国健康官员对越来越多的美国青少年 吸用电子烟感到担忧 如此众多的青少年已有吸用电子烟的习惯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担心 这种现象已经像疾病一样开始流行 没有肮脏的烟灰缸也没有烟蒂 味道还不错 现如今电子烟已经像智能手机一样受欢迎 电子烟有很多水果风味 使用简便 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把电子烟当作一种消遣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表示 有大约1100万美国青少年都抽过电子烟 或者愿意尝试一下电子烟 联邦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开展了预防教育 旨在限制年轻人使用电子烟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在与公司合作 想办法限制年轻人获得电子烟 降低电子烟的吸引力 这包括终止播放针对青少年的电子烟广告 并可能禁止销售各种风味的 尼古丁药品纽约市已经采取措施 减少年轻人吸用电子烟的人数 纽约市健康与心理卫生局的索尼亚安吉尔说 我们纽约市已经通过了规章立法 未来将极大减少能够出售电子烟的商店 我们还将确保了解电子烟的贩售地点 以方便执法防止向我们的青年人销售电子烟 纽约市健康与心理卫生局已经吊销了数百家零售商的执照 但商家抱怨这项措施过于严苛 会让很多人失业 电子烟零售商卡玛尔·阿克迈说 我听说的是他们一旦吊销执照 就不会再发给你 所以销售商正在减少 但医生们担心 吸用电子烟的青少年 会最终转用传统的烟草制品 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已经决定 在年底前颁布规章 严格限制电子烟的生产 汉天卫视流畅综合报道 上周末上映的三部新片 全部登上了周末票房前五的位置 究竟哪一部成为了新的票房冠军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好莱坞娱乐报道 新上映的奇幻电影《律师城市》 成为了上周末的票房第五名 影片入账750万美元 大大低于预期 而过去多周成为票房冠军的 《无敌破坏王二》 则成为了票房第四位 再次入账960万美元 另外一部一直表现极佳的影片 圣诞题材的绿怪兽格林奇 则在上周排名第三 再次入账1160万美元 本土总票房达到2亿3900万 这不是很好 这不是很好 你怎么会来到这儿 你怎么会来到这儿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自导自演的剧情犯罪片《罗子》 上映第一周获得了不错的风评 成为周末票房第二位 入账1720万美元 而重磅上映的动画影片 《蜘蛛侠平行宇宙》 则毫无意外地成为上周末的票房冠军 这部影片获得了3540万美元的开化成绩 成为12月上映的电影中 开化三天内票房最高的动画电影 书写了新的历史 Honey,我是高雄宁,编译报道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期待